来JYJY什么活呢 我想你好 我想跟你聊一下车险 你说 就是从15年到现在 我们国家不是已经经历过 四五次车险的改革了吗 就我们大陆住脑 这方面我不太知道 你直接咱说关键点吧 不行的话我摇人 15年之前吧 修理厂也好 然后客户也好 就是老百姓也好 还是保险公司也好 三方都很满意 改到现在以前是市场经济 现在是国家管控了以后 其实修理厂也挣不到钱 然后来把老百姓也觉得贵 保险公司也亏钱 怎么呢 正在管控啥了 怎么会 就是说以前保险公司 每个保险公司之间都是市场竞争 市场竞争 然后他每个保险公司 可以给出自己的底价 现在国家管控了以后 首先你的价格方面 是国家统一定 就不是底价 就是太高了 集体太高了 然后每个保险公司管控你的份额 允许你 我后面都不想听了 你这唠的都是编较料话题 我就想 国家管控就像药一样 集中采购了以后 怎么可能变得更高呢 你都不扯淡了吗 现在的 也不是现在的情况 就是保险公司亏钱 大家都觉得 保险公司亏钱 那是国家管控才是合理的 肯定是不是要把保险公司的暴力 管控到合理盈利范围内 那至于所谓的合理 会不会导致保险公司亏 会的 因为保险公司按照原来 比如说保险公司原来一年能挣两个亿 比如说 现在管控了以后 你挣不了这么高利润的 因为很多东西你管控了以后 你这个包括不实际的虚假宣传的 以前因为保险闹出问题的 都给你控制以后 你可能盈利不到两个亿了 但是按照两个亿的盈利 他要配备什么样的人力 包括这个整个场地 他要配备什么样的成本 他这个成本了以后 他如果给降成一个亿的盈额了 他肯定不够 那肯定会实现他所谓双眼号的亏 但亏谁肯定是不亏你消费者的 对吧 亏你消费者了吗 你先作为消费者你吃啥亏了 作为消费者来说 近三年来说 我们的保险越来越贵了 保险越来越贵 你是拿数字上涨 还是拿同等经济比例上涨以后的百分比 我就说金额 我想问一下 金额如果上涨了 你现在说的是15年之后 对不对 你房子距离15年之后 现在涨多少 这个是 你公司涨多少 牛肉面涨多少钱了 保险不能涨 按理说 2000年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 1990年的时候就有人受保险 那时候卖多少钱 现在也得卖多少钱 涨了就说明你吃亏了 也不是吧 然后现在 我这还没问 我这还没问你拿具体数字呢 其实上涨了 他就没有竞争力了 他涨的幅度肯定非常小 他不可能像你工资一样 他也不可能像你房价一样 涨那么大的比例 就管控以后 因为每天接到很多电话 你保险到期的时候 他们都统一口径 就是说国家管控以后 优惠越来越少了 就是说原侠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后呢 作为消费者来说 就明显感觉就得到的实惠 越来越少了 那你你认为得到实惠 应该是啥 就是比如说你期待的样子 应该是啥样的 你说我听 就前前两年啊 都比如都是5000块钱 你不出险的情况下 然后第一年优惠3000 第二年优惠2000 今年就优惠几百块钱 就是我 根据他们说的 管控以后 付出的成本还是越来越高了 你说来道去的 说完了最后不还是那啥吗 你最后说 你要说的不就是这个问题吗 不会的 车险改革是二年开始的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感觉的 车险其实一直是保险公司 是有自主定价权的 你知道吧 这个商保的那个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它有个基准保费 基准保费成一个NCD系数 就是你上年出险 到底是怎么出 再加一个自主定价系数 这次的就是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商保改革以后 二二年的时候 其实是把基准的一个 不是基准了 自主定价系数 其实是调大了 所以现在很多保险公司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你先交 它会给你各种反的东西 这种反的东西 包括有像维修 或者是直接给先机红包 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你出险情况怎么样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汽车会随着 随着它的年速增长 因为它的年速增长了以后 它的维修成本会开始变高 所以它的保费会有这样的 一个固定的浮动 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车的问题 都是三年不出险 然后它有个NCD 就相当于不便的情况下 它自主定价系数 虽然保险公司可以自主定价 但是在根据他们销售说的 在每个地方 其实监管是给你设定了 一个自主定价系数的下限 现在自主定价系数是0.5到0.15 之前是0.65到1.35 其实这个浮动是变大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保险公司 它会根据它自己的盈利情况 它调整了 这个系数其实是在上一次商业保险之后 其实这个基数是调大了 你理解我意思吗 我知道之前 所以卖保险是销售跟你说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什么 保险公司算了一下 我不划算 以前他妈卖赔了 太卷了 我现在要多赚点钱 这是保险公司的行为 它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呢 你理解我意思吗 就是商保自主定价系数浮动 其实已经把这个 在上一次商改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已经扩大了 你理解吗 我是理解 然后其实你如果是保一些小保险公司的话 现在其实价格是便宜到令人发指的是吧 当然它服务也会差很多 上一次我被一个车给撞了 它报的是阳光财险是吧 卧槽整一个理赔流程干掉了我将近两个月时间 车子唯一 CS店到两个月以后才把车险的钱给拿到 那像国外的话 他们的保险有没有那么味觉呢 这个就换大头鹰了是吧 撤 那个图图图图什么图穷避陷陷了 图穷避陷陷 了解了解了解 国外的好啊 我不清楚 国外的好 国外车丢了以后 昨天晚上这不是昨天晚上那个妈咪上来分享的听了吗 国外各家躺着 车钥匙扔车里头 让人把车偷了 偷走车撞坏了 回来连赔都不赔 昨天听了 那你在你猜的当中 感觉国外是怎么个好 法人听听 我没说国外 就是说想了解国外保险是什么样的 国外保险就一样 就将滚刀发挥极致 它个市场经济 很多家保险公司在里面卷 有给好政策价格烧贵的 有价格烧便宜在里面无限滚刀的 一样的 那就一样了 我告诉你 我们的保险 所有的玩法 所有的方式 所有你见过的好与不好 全是跟国外学的 他们只能更甚 因为保险这东西 本身我们有的就晚 知道吗 了解不多 格局小 就问一下 你肯定不单格局小 你害得有其他东西也不到 没什么东西 想连一直没连上 找个话题 行 好了 去吧 下一个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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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